總統是不是下午見由錫坤院長 新北市是不是確定蘇貞昌院長了 來到金寶山追思悼念 走了29年的正南榮 總統蔡英文致辭到一半 就被抗議民眾鬧場打斷 三名抗議民眾立刻被委安人員團團圍住 連拖帶拉還離開會場 總統蔡英文一臉尷尬 而這場紀念會按照慣例除了總統到場之外 行政院長賴清德和高雄市長陳菊也都出席了 三人在此時同框 時機敏感 因為才傳出陳菊將接任總統府秘書長 三人還將就新北市長人選佈局交換一件 我知道選對會還有有一些安排 那我也覺得蘇院長也是我的老朋友 如果我們有機會跟他見面溝通 當然是件好事的 9號陳菊將拜會蘇貞昌勸進選新北 蔡英文早先移步分別約見 爭取黨內提名的吳秉睿 以及拼拼被拱回國出征的前行政院長游錫坤 各界聯想是為了蘇貞昌鋪路做準備 但最終民進黨會派誰迎戰高人氣的侯友宜 讓藍天變綠地 隨著選戰的腳步逼近日渐明朗 環宇新聞嘉賢東 陳怡肉 綜合報導